当地时间4月1号下午 正在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胡锦涛 考察了吴歌古迹修复项目 亲切看望援助吴歌古迹保护修复的中方工作组技术人员 下午3点30分许 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青 在柬埔寨副首相兼王公事务部大臣贡桑奥 先例省省长苏炳伦等陪同下 乘车抵达吴歌古迹 在层层绿树的演映下 绵延不绝的古都遗迹显得格外壮观 胡锦涛首先来到茶椒寺 高峻宏伟的茶椒寺上千年前 曾经开创了吴歌时代建筑风格 由于年代久远 茶椒寺建筑多处出现损毁 2010年11月 由中国政府援助的茶椒寺保护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在修复工作现场 胡锦涛同中方技术人员一一握手 代表祖国人民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诚挚的感谢 应柬埔寨政府要求 早在1998年 中国政府就派遣专业队伍 参与了吴歌古迹周萨神庙的保护修复 经过10年艰苦努力 基本恢复了周萨神庙原有建筑格局和艺术风貌 茶椒寺保护修复工程 是中国政府开展的援助柬埔寨保护吴歌古迹二期工程 施工前进行了扎实的基础研究和前期勘探 仅提交的研究报告就多达17份 设计方案施工图纸等都得到了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有关机构的批复同意 胡锦涛认真听取情况介绍 充分肯定中方工作组将文物修复和文化研究 有机结合起来的工作思路 胡锦涛对中方技术人员说 五个古迹是人类文明瑰宝 是柬埔寨人民的宝贵财富 两国政府把修复茶椒寺的兼具任务交给你们 是极大的信任 胡锦涛叮嘱大家克服困难 再接再厉 同柬埔寨同行加强沟通和协作 让柬埔寨人民创造的古代文明重新焕发光彩 让中简友好发扬光大 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青 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达布伦寺 巴荣寺和小吴歌 气势辉弘的石塔 高大庄严的佛像 精美绝伦的壁画 栩栩如生的浮雕 生动展示了古代柬埔寨人民 精湛的记忆和璀璨的文明 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青 一次次停下脚步 仔细观看 正在参观的游客 见到胡锦涛各个欣喜纷纷 胡锦涛高兴地走上前去 同大家热情地攀谈起来 好了好了 谢谢主席 我们从深圳来 我们从深圳来的 我们从深圳来的 主席好 令计划 王沪宁 戴炳国等一同考察看吧 当地时间4月2号中午 国家主席胡锦涛 圆满结束对柬埔寨的国事访问 乘专机离开金边回国 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青离开时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的代表 国王顾问团首席顾问拉纳列亲王 帕花戴维大公主 基万莫尼拉亲王 和副首相兼王公事务部大臣贡桑奥等到机场送行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潘广学也到机场送行 请不吝点赞广告